您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是怎样一点一点成型长大的吗? 您知道宝宝生前都会做些什么吗? 不同的孕周里,妈妈和宝宝该如何互动? 借助最新的色维影像技术, 健康之路带您近距离窥探胎儿奇妙的旅行, 尽请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医生天天来帮助。 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讲讲生命的奇妙旅程。 上一期节目我们通过一种四维的技术, 让大家能够直观地感觉到一颗受精卵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 它已经发育的是一个像不像样的小人的样子了。 虽然这个小人现在只有七个公分的大小, 但是可以说是五脏俱全,五官清晰了。 但是这时候它的内脏里包括像肝脏和肾脏只有一个大米饭粒那么大小。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继续来跟您讲一讲生命在下边的几个月还会创造怎样的奇迹。 十二周以后,胎儿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孕期的中间三个月。 最初,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隆起物。 对男孩来说会变成阴晶,女孩变成阴蒂。 十二周以后,就是隆起物深处的角度不同, 通过看超声波,专家能够从这些角度猜出性别。 但要过几个星期,才能更明显地区别出男性和女性。 但是,各自的性器官已经开始忙碌。 对男性来说,膏丸开始分泌膏丸激素, 女宝宝的卵巢也开始忙着分泌卵子。 四个月以后,胎儿长到了14厘米长。 神经系统开始完善,她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大脑控制。 她现在更活跃了,肌肉伸缩,手指和脚趾分开,骨头变硬。 手比较提前发育,这可能是因为一旦胎儿出生,手会先被用到。 或者可能因为手是重要的感觉器官,和其他感觉器官一起开始发育。 从十六周开始,胎儿做出许多复杂的活动。 她会弯曲,伸缩,扭曲手指,手,腰,膝盖和脚趾,已经开始认识她周围的空间了。 眼睛的距离现在越来越近了,胎儿看起来更像人了。 中央神经系统现在从大脑延伸连接到身体大部分,大脑建立了完全控制。 比如说心脏,不再本能连续不断地跳动了,而是由大脑支配肌肉,稳定保持在每分钟140到150下,大约是成人心跳的两倍。 用多普勒探测器,有可能听见胎儿的心跳。 神经系统遍布胎儿全身后,她对自己有反应能力了。 对抚摸敏感,如果捅她妈妈的腹部,她还会蠕动。 胎儿的耳朵在十三周的时候开始震动,第一个听到的声音是母亲身体里稀稀利利和轰隆隆的各种声音。 接下来是随着食物,液体和空气进出肠道发出的打嗝,喝汤,见识的声音。 肠道离胎儿的耳朵只有十几厘米这么近。 胎儿在羊水中踢腿摆动,也自己制造出声音。 生命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 我们今天在演播说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高晋松教授。 高晋,您好。 您好。 您看,我们有很多的模型。 这个时候应该是您眼前的这个模型的样子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差不多是十六厘米长。 他的体重差不多有一百克。 这个羊水我特别好奇,羊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液体? 是从哪来的? 早期的时候羊水还来源于母亲的血浆渗透到羊膜腔里。 那么这种渗透作用到随着孩子越来越大,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弱。 那么羊水的主要来源就来源于孩子的尿。 这个羊水是一个循环的,它不是一潭死水。 它是流动的,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被吸收。 那么吸收主要是通过孩子的吞咽。 甚至通过这个胎盘循环,还有的是可能就回到母体的。 有些液体回到了母体。 是这样吗? 然后还有一些像小孩身上脱落下来的细胞等等也都会在里面。 对,这时候的羊水其实更多起到的功能是保护胎儿的一种功能。 我们举一个小小的比较形象的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个小玻璃的这个杯子是一个我们的羊膜腔。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的蛋黄如果说就是我们的小宝宝的话,这个蛋清是羊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无论怎么晃或者,如果这是一个软的东西的话,就羊膜腔因为它本身是软的,我在怎么撞击,敲击。 实际上它对这个里面的小宝宝是一个保护作用,一个缓冲,减震等等的那些作用。 那它伸脚踢腿,对妈妈的子宫其实也是一个冲击。 对妈妈也是一种保护。 你要是想想没有这些液体,妈妈的好难受。 对,爸爸刚贴上去,我听一下,爸爸脸清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防护,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另外,到这个时候呢,很多周围的朋友也会打电话关心你。 比如说,啊,怀孕了,几个月,说四个月了,哎呀,你们有没有做那个唐筛啊?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唐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唐傻的照片。 所谓唐傻呢,那么这些孩子呢,是有一些智力低下的问题。 另外呢,他有特殊的面容。 这个图大家看,他的面容和我们正常的宝宝是不一样的。 他的眼睛的距离比较宽,而且眼睛往上斜,他的鼻梁很低,耳朵位置比正常的孩子要低。 那么他的嘴,大家看一下,他的舌头伸出来了,因为他的舌头比较大。 我们有的时候也叫伸舌样痴呆,就是指这种孩子。 所以我们现在做唐室要筛查,就是为了发现这样的孩子。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对这个唐室的筛查还是有很多偏见的。 所以就造成很多,尤其是奶奶爷爷这一代的人,他不让你去做,或者说那个骗人呢,咱不要信那个。 您怎么理解这件事? 我们经常碰到有的病人,从有些地方转过来,痛哭流涕。 所以我唐室,然后其实大可不必那么紧张。 因为唐室高分险并不等于孩子肯定有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做羊水穿刺来确诊,孩子到底有没有得唐室。 所以羊水穿刺这个出来的结果就是非常准确的。 应该是,那么99%以上的准确性应该是有保证的。 我怀孕因为已经是35岁了,所以好像对35岁以上的是建议直接就可以做了。 对,因为大家看,那么我们以35岁为界,那么在35岁以上的人群,唐室综合症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 那么在35岁以下的人群当中,这条曲线是比较平稳,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如果孕妇已经年满35岁的话,可以直接做羊水穿刺。 刚才我们讲到的整个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四个月其实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准妈妈的要去做这个唐室筛查,甚至有可能医生会建议你去做这个羊水穿刺, 以确保你和胎儿的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在第五个月的时候,这个小宝宝还会有哪些变化。 18周以后,胎儿消化系统开始工作,他不需要吃喝了。 但就像你从这个四维图像上看到的,他开始吞咽他漂浮其中的液体,羊水。 一些无法吸收的废物会聚集在他的肠内,变成黑绿色的黏糊。 但是更多的液体将会通过他的泌尿系统回到羊水中。 大概就是这时候,胎儿差不多18周大,妈妈可能第一次知道了胎儿的活动。 虽然泌尔很多时候都很活跃,但只有现在的活动才强烈到为妈妈所感觉到。 现在,眼睛的位置已经合适了。 一般说来,24周内眼睛都是闭着的。 但是四维超声波显示,有的胎儿在18周的时候就睁开眼睛了。 当然很黑,没什么可看的。 不过就算有亮光,眼睛这么早还是看不见的。 这只是第一次眨眼反射的标记。 太好玩了,他还会那样眨眼睛了。 他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那他为什么还睁开眼睛? 一看,我在哪? 那可能只是一个反射性的反应吧。 他不是大脑有意识控制的这种。 我觉得特别有意识。 那这个时期的胎儿的发育就是下边一个了。 这时候他差不多有20到25厘米。 他们体重有300克。 300克了。 翻了两倍了。 对了,到差不多18到20厘米的时候, 大部分孕妇都可以感觉到孩子在肚子里动了。 这个胎动,没有真正感受的人, 真的你很难告诉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动。 你爱人怎么向你形容这个胎动? 他就是形容不了。 我经常跟他讲,我说你应该多读一些文学作品, 以便于跟我们来形容。 高大夫有别的病人去描述吗? 我当时经常因为我们经常看产科门诊。 现在会有病人跟我描述, 大夫,我肚子里面好像一阵蠕动, 像有虫子爬过, 或者是很有意思。 还有一些像打嗝一样不固定的那种, 还有一些不规则的这种在里面翻滚一些动作。 那么胎动的类型很多, 五发八门。 那么这些都是正常的。 只要他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规律, 就可以了。 规律是最重要的。 甭管他是怎么动, 什么像虫子,像蝴蝶,冒泡泡, 不管他是什么样。 只要是规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20周的前后这个过程当中, 孕妇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检查呢? 20周以后应该说是孩子大小比较适合做超生的排击检查。 因为这个时候养血量也失踪。 孩子大小在超生下看也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到了晚孕期, 因为孩子相当大, 羊水相对会少一些。 那么他会比较急, 有些器官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时候呢, 对于一些高位的孕妇呢, 我们建议做一个排击的检查。 就是排击的超生。 就是比较明显, 机型是可以通过这个阶段的B超来确定的。 我记得当时我的这个B超结果是, 医生描述有唇线是不是完整。 就是我们开始说有没有唇恶劣。 然后还会说描述有双肾。 然后心脏是四个腔的。 都能看得到吗? 对,然后甚至说数了数五个小手指头,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这个时候完全看得到? 这个都可以看到了。 对,我这里面有一些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比如说像这个像米老鼠一样的这个图案。 那么这两个大耳朵是什么呢? 是大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因为颅骨有缺失。 它这一块颅骨缺失大脑就漂浮在羊水当中。 我们叫这个无脑。 那么这个是一个脊柱的照片。 那么大家看正常的脊柱是连续的。 非常完整。 皮肤也是很完整的。 那么这个脊柱裂的孩子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脊柱就发生了分离。 这个地方就缺失了。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想象力。 这个是脐带。 这个是孩子的腹腔。 肚子。 那么这个肚子呢? 皮肤是完整的。 所有的腹腔的脏气都在腹腔里面。 那么这是一个腹壁裂的孩子。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肠子就漂浮在这个羊水果上中。 那么这个呢? 这些明显的机器呢? 通过超声的都是可以发现。 对。 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害怕。 我们这个20周的这个避超只是为了发现它。 但是它的发生率其实还是非常低的。 对。 这是我们讲到的。 在20周之后,除了常规检查以外,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 就是一个超声的检查。 这样可以得到来自医生的更多的专业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 现在要进入第六个月了。 我们来看一看生命还会创造哪些奇迹。 胎儿现在六个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虽然才比他父亲的手掌大一点。 但是他已经有可能在子宫外的世界里存活下来了。 不过还是需要细心照顾。 24周是婴儿能够出生并有机会存活最早的时机。 但是早产的孩子都有脑损害的危险。 26周前出生的孩子中半数都有残疾或者学习障碍。 妈妈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太动了。 从24周或者6个月开始, 胎儿进入了一个最令人激动, 最戏剧性的生长发育阶段。 由于感觉器官的发育, 他接收到了外界给他的第一次刺激。 他的大多数感觉器官, 如耳朵、鼻子、味蕾, 以及对触摸有反应的神经系统都已经发育成熟。 他的大脑接收到感觉细胞传送的大量的信号, 就开始进行翻译。 在他的一生中, 感觉器官将是他通往世界的钥匙, 让他发展自我意识, 对其他事物做出反应, 探索以及求知。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24周的胎儿伸出了他的舌头。 没人知道原因, 但是我们却知道他的嘴已经充满了味蕾。 他能够品尝羊水的味道呢。 太儿出生前, 就品尝到了妈妈的厨艺。 味觉和嗅觉能够帮助婴儿在出生后, 第一口就喝到母亲的乳汁。 乳汁和羊水一样, 都含有母亲食物的味道。 如果新生儿对这些味道已经熟悉, 并且喜欢这种味道, 这样可能会对他的进食有好处。 泰儿还能听见外面世界传出的声音, 对话、噪音和音乐。 子宫鼻以及肚子过滤掉了大部分高频率的声音, 所有传到泰儿耳朵里的声音都被扭曲。 高音过滤的多一些, 低音可以传入更多。 25周, 眼睛发育的非常复杂, 甚至都有了睫毛。 胎儿在子宫内度过了大部分时间。 有一个细节还没有发育, 就是眼睛的颜色。 一些色素需要光线来调和。 胎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月, 眼睛的颜色可能会改变。 亚洲或者非洲血统的婴儿, 通常都是棕黑色或者黑灰色的眼睛。 长大后就是棕色或者黑色的眼睛。 就算有的白种人出生后, 眼睛会变成绿色或者棕色。 但他们的孩子在子宫内几乎都是蓝眼睛。 遗传学家相信, 一种基因决定眼睛的颜色。 但是新的研究显示, 有几个基因都决定眼睛的颜色。 重要的是父母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孩子的眼睛就是什么颜色。 按照片子里讲的这个理论, 人家四川湖南人在娘胎里就能吃辣的。 陕西山西在娘胎里就能吃酸的。 其实不管他是否能够尝到味道,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母亲来重视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准妈妈的饮食有什么讲究? 饮食实际上孕妇, 咱们中国人喜欢一怀孕就大补, 吃很多东西。 甚至比怀孕前吃一倍多, 还多。 其实上是大可不必。 那么整个孕妻的饮食, 我们要求是营养均衡, 平衡。 不需要大补, 适当地增加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贝贝所需要的这种能量, 只比平时大概多出百分之十。 就是妈妈多吃一个馒头量就够了。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她对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需要, 会比在飞孕期的时候需求多出百分之五十。 这些什么富含维生素的? 对。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见孕妇吃稍微淡一点。 对, 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糖尿病的发病。 认识糖尿病。 母亲的血糖身高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那么孩子在宫内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她会变成巨大儿, 长得很大。 她的糖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我们用了两期节目的时间, 现在已经讲到这个宝宝已经六个月了。 那么其实在六个月之后, 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她会更加迅速的成长, 还会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 好, 您想知道我来问,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快速问答的环节。 请问, 老人说怀孕期间做一些晾衣服, 这些攀高的动作会容易造成流产。 这样说对不对呢? 并且我们要避免剧烈的有危险的动作。 那么我们的动作幅度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不能过于大了。 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做。 请问, 怀孕期间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好呢? 怀孕期间像慢跑, 游泳, 骑自行车这样的中度的运动, 都是非常好的。 请问, 怀孕期间能不能去做皮肤护理?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要避免使用一些不安全的护肤品和方法。 怀孕中期可不可以有性生活呢? 对于正常的孕妇, 没有先造早产, 流产的孕妇是可以有的。 请问, 孕妇能不能去做足疗按摩? 尽量避免做这些。 怀孕中期有妊娠高睡糖, 以后会不会得糖尿病? 认识期糖尿病的孕妇将来得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请问, 妈妈是高血糖, 宝宝将来会不会得糖尿病呢? 宝宝将来得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好, 今天非常谢谢高医生, 而且我们也一起更加的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希望所有的内容, 尤其是可以给这些准妈妈准爸爸带来更多的帮助。 感谢您收看, 希望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的节目, 再会。 您知道, 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是怎样一点一点成型长大的吗? 您知道, 宝宝在出生前都会做些什么吗? 不同的孕周里, 妈妈和宝宝该如何互动? 借助最新的四维影像技术, 健康之路带您近距离窥坦胎儿奇妙的旅行, 尽情关注。